啊,我还以为会来到何牌呢,没想到Sashimi转牌就推了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龙凤德州 咱们继续来看州中的Hustler超高额 先来看本期视频的第一手牌啊 Henry A3红桃,先手加注到了300 Brenny圈石杂色,大盲位跟注 翻牌AK起两张草花 只有Henry拿到顶对,其他人没什么好牌了 Brenny的话,有一个卡顺听牌 转牌一张圈,Brenny拿到摊牌价值 这手牌Henry可能因为踢脚比较差,翻后他并没有下注啊 Check,Brenny也过 诶,这手牌Brenny打得很稳啊 底持1300,Henry小开一枪打上400 毕竟有中牌啊 Brenny很有可能会选择看个盒牌 好嘛,干吃柠檬吗 不嫌酸吗 哎呦,最终盒牌又是一张圈 好了,那舒服了 打价值 Check Brenny为什么选择Check呢?Henry打400 这三条圈为什么呀 这光喝酒不好好打牌是吧 这有牌面有A4有K,这怎么着都得做个反价吧 白拿后门三条圈了 来看这一手牌 FranciscoA9空桃先手加入到了1万1 Sashimi深知柿子要挑软的捏 这个道理啊 去在前卫做了三拜 不过并没能够挤走Francisco 而这个翻牌面 哇,这对于Sashimi来讲可是个噩梦啊 翻后Sashimi打了5千 只有位置优势,牌又好,简直不要太爽 Francisco跟住慢打 哎 特上如果Francisco再过一条街的话 啊 我还以为会来到合牌呢 没想到Sashimi转牌就推了 可怜的Sashimi啊 选错了时机啊 再来看这一手牌 Brancisco还有TrickTime Brancisco拿到口袋圈做了三拜 黑哥AK推出四拜 Brancisco拿到口袋圈这样的牌 这当然只有欧英一条路可以选了 抵持将近6万 Brancisco目前是赢的啊 看看这手牌能不能躲K 或者K翻牌996 这不是我的上班时间吗 转牌 啊 这好像要赢了呀 贺牌 漂亮 恭喜Brancisco 哦 这是直接把黑哥给吃掉了 接着来看这手牌 Francisco圈九草花 哎呦 这三拜做到了一万二啊 今天晚上Francisco 好像有点反常 平常他有这么凶吗 呵呵 翻牌两张草花 这真是要干起来了 翻后老Francisco继续下注 打多少 抵持现在三万 Francisco还在不停的拿大鹅的筹码 两万五啊 这个注下的有点重啊 完了 PPA推了 呵呵呵 已经打成这样了 Francisco 即便嘴里标着脏话 但他还是一无反顾了 抵持最终来到了15万 这可是周三啊 你两张草花 那我完了 三七开的胜算都不到 PP只能凭借着一张石或者一张钩来反超啊 来看结果 草花二有吗 比草花二大多了 一张草花一次 合牌草花六 还有一次发牌 关键现在最难的就是 即便后面不掉草花 Francisco还是领先 合牌 给个机会 给个机会 PP有点慌 PP今天晚上入吃率并不高 好不容易拿一手强牌啊 还要被发死啊 恭喜Francisco 连续赢了两次 接着来看这手牌 还是PPA圈做了四败 这回对上的是A哥的一手A10 能撞一起吗 翻牌 翻牌没A4就还好啊 一张圈的话 PP拿到顶对顶踢 A10能扛多久呢 A10 只要转牌不看到黑桃 应该都好办 PP老板继续打 这一枪打的可能比较轻 黑格还是跟得动的 来看转牌 转牌非常的关键 完了 一张黑桃拔 行了 那现在PP再开枪 黑格肯定是不会走了 TURN上PP老板打了1万2 怎么说 这花买下去吧 还是说直接再转牌推呢 很好 转牌成功干光 底池来到了85,450 这总能让PP赢一回了吧 巴尔开的胜算 只发一次 来看合牌 接着来看这手牌 PP老板重新补了筹码 拿到一手A钩做了三半 有对手吗 Henry K9草花 今晚PP这运气啊 也是真的差呀 这后半段一直在输 而Sashimi和Branny 一直没拿过什么好牌 基本都没入过持 来看这手单挑 翻牌三五十 又是同花挺牌面 PP继续进攻 A钩打了只打了两千 这牌要是转牌掉草花啊 PP真的就麻烦了 如果转牌没草花 PP可能还好 说不定能通过一个重一点的下注来取胜 对啊 不打了 那完了 跟我想的不一样啊 我觉得PP会开第二枪啊 不知道PP到底是放弃了 还是说有什么别的想法 最终合牌草花二 PP这也算拿到了顺子 但是这是个同花面啊 坏了坏了 Henry的下注啊 估计要被支付了 看看Henry打多少 一万一 直接打出一个满池 PP在考虑 啊 我以为他在考虑要不要支付 但他竟然喊出了欧印 我的天呐 今天晚上这PP老板真的是输麻了呀 好 来看本期视频的最后一手牌了 Sashimi K圈 加注到了500 老Francisco圈八 杂色跟住 翻牌 Sashimi拿到了三条K啊 其他人的话 哎呦 两个对手全部中八 Sashimi打的不中 哎忍住啊PP 今天晚上 对于PP来讲 可不太友好 转牌一张三 哎哎 PP的这对三已经被淹掉了 没用啊 可惜了 Sashimi也是聪明人 一看俩人跟住啊 赶紧下了个中注啊 这不能再用常规的打价值的方式 去下注了 这得赶紧提速了 打中一点也成功的引起了Francisco的怀疑 最终合牌呢 黑道四 之前输给Francisco一个大地吃 能不能通过这手牌找回场子 9000 Sashimi再打一个满池 好 你成功的引起了我的注意 好 随着这手牌结束呢 今晚的视频到这也就告一段落了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周三见 咱们下周三见了 We'll be back tomorrow for Thirsty Thursday Join us for all of us here at High Stakes Poker Productions and Hustler Casino Live my name is Ryan Phil my name is Ryan Phil